-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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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Andy 立刻幫我踢一隻小米 小米3318, 應該是上集的嗎? 不是, 我剛剛在看Telegram 他們說, 其實莎莎大師也很漂亮, 心然則貌名, 完全沒有我 哈哈哈, 完全沒有我, 很傷心 可以說, 正正都很毒, 星期六的人不斷看 Kimson, 記住你 不過, 我說一說, 有人問嘉莉物流 嘉莉物流? 你有沒有什麼說? 其實我有個朋友, 最近入了嘉莉物流 但我看到他的倉應該放了 為什麼? 看到他沒什麼姓勢 不是, 他那次不是說得很厲害, 是因為他有個合併 是, 和信通合併 可以按一按636出來看一看 其實這一隻是早那輪, 我也看到很多觀眾是有說的 即是在說還沒合併之前 都已經有看見他們 已經有人在識炒, 今天就還沒跌, 2.3% 其實看到這幾天的圖都是陰著跌的 像是想補個裂口, 做個, 少少 是, 少少做個, 可能繞形底的那些 即是跟著那個裂口 是, 他簡直是 我覺得是做個 U 形底 有機會, 繞上去 有些像之前, 489 東風之前那一陣子也是這樣的 可以開來看一下, 489東風 因為第一輪那一陣子 他裂口升上去那一陣子也是繞一下 之後才再上去 嗯嗯嗯嗯 對, 之前就是在說的 Yo, 我猜這個是李心賢來的, 是吧 李心賢現在放假 我看他現在有些事情做 但我看他在用大電視來看我們 嗯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你建議那些人拿來拿去 636, 先按圖 是, 636 我就建議那些人走 其實我是前幾天, 我已經叫我的朋友走 我說想補軍裂口 那我看他應該就走 因為我之前不是跟你說 我上個星期不是, 我好像有點緊張 因為其實我最近這兩星期 跟一個朋友一起玩股票 即是有些可能我自己看好一些他入 他自己也入了一堆 跟著他那天, 就是上一集跟我說 他兩天輸了八萬元 兩天輸了八萬元 跟著我個人很害怕 然後他就說要不要玩股票 然後我很害怕 我已經跟他說了一堆東西 他有新手來的 新手兩天輸八萬元 是啊 那他第一次玩也挺重的 他每隻股票都入十幾萬 哦, 那不來就入十幾萬 他本身有錢 但是他也很害怕 他說, 哎呀, 怎麼算 那些錢沒有實 我之前有跟我說 他的部署 他的住碼太大 但是他是忍不住 總之他還有喜歡買些很貴的股票 其實賭博心態的話 是很金的 我想說 買得中就是 是啊 是啊, 那他這一隻 我就叫我朋友走了 所以我想 觀眾 他是幾錢 六三六 二十四個九 要不需要坐定 應該自洩 二十四個九 他現在今天 在十天線上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 看看 二十四個九 還有我覺得他自己 但是他的勢勢 這幾天都很明顯是補裂口 我想十天線都是其中一個 重要的支持位 是啊 我覺得這個位應該都支持到 如果看他中長線 階密流的前景都會好 但是真的可能有機會 要擺久一點 如果他買這一隻的話 而且遲些 不知道會不會炒 如果不想放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炒 順豐IPO 炒消息 他說 輸幾萬 明天反彈 輸幾萬當交學費 我朋友是兩天輸了八萬 其實八萬這個概念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少 不是一兩萬 八萬元是很多人 一兩個月的薪金 都未必有八萬元 如果以香港平均 現在也不止 我想說 哪有 很難找到八萬元一兩個月 普通平民 八萬元 即是四萬元一個月 可能半年薪金 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我覺得香港很多 香港很多 即是打工出來幾年 那些人 可能薪金 我平均見到 可能兩三萬 就是這樣 即是八萬元 很多人兩個月 都未必找得回來 所以八萬元 兩天沒有了 是不少 不過他好笑 肥仔說中培生都輸一球 我現在不知是中培生會輸 還是臨座會輸 但是他們又說不可以開麥克風 直播又不行 又不可以拍片 那又有什麼好看 絲帶喊 絲料 但是連文明師都要出聲 她說 你倆打橫打 不要再攻擊器官 但這場仗很好看 我會想看 我也想看 很想看 但是看完之後 這個我就說完 看她自己 看這個十天線 是否支持到 但我覺得支持到的機會 都大 還有她自己的 坐貨能力多不多 還有她的問題 以中長線 但我覺得如果街物流 可以看長一點 就是 還有看她的住馬 多少 始終我覺得 樓股 不是太擔心 如果長線而無 加上她又有順風 進了股 我都說其實那單交易很便宜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順風也不會再進去 如果她不看好 加上你物流 背後的物流鏈 我覺得 不穿 因為她之前沒有走 現在就不走了 我覺得 是啊 反正都是這些 這些價位 做機入沒有走 現在就不走了 可以再看看 穿不穿十天線 另外 我們也有說 1810 我們也有說 因為我剛才跟NEO 在檢查 seekers 待會NEO 會再說419 那些 我又沒有怎樣聽 你們是否剛才有說小米 小米 有啊有啊 Roy主要說小米 她說今年是必持有的股份 Me too me too 還要是偷偷家的一個 我們上個星期 忽然間 直擊著 和小魚做節目的時候 直擊著她 由28元一標 標了上去 32元 32元 最高的時候是32元 然後回到30元 那就是在那邊說 說什麼 出車 然後 後來 我正在期待 到底她是不是出車 她說再看看 暫時沒有這個計劃 但是我看回她的公告 其實真的是可圈可點的 雖然她說是有這樣的概念 是有這樣的 但未入行 可能是未早班 可能她是暗底做的班 但是她又不說 總之是未有這個計劃 確認 你要跟你的朋友多吃飯 她不會說 因為她不想坐牢 我也明白 但問題就是 我今早就傳了那些盤錢給你們看 其實我看到很多IBAND 很多大學 不斷 不是斷 不斷 不斷入 不斷入 是 31元 她們已經不斷入 然後 沽盤 就是 富同牛牛 我想 星期五 看到急升那一段 牛牛的人就獲利 但是看到很多IBAND 在30 31元 這些位置不斷入 在想 可能那一天 短短一個消息已經是升了 4% 我忘記了 就是升了那麼多 如果它立了 就是有這個project 我不知道到時候可能會標到什麼價位 還有它暗瓦底 其實 小米已經有很多 申請很多個汽車專利 已經是 申請超過800個汽車專利 我覺得它是知有可待的 做車 還有加上 不過有一件事是害怕人的 之前不是配股的 是 那個禁售期三個月 我也有點擔心 會不會是它們 特意出一些 你好的消息 去炒高價錢 然後被賠貝的那班人 就賣東西了 我覺得 有大機會 這件事都要去提防 對 所以最近如果想加碼 去入小米 或者怎樣的話 可能我會 撐回28元這些位置 我才會考慮 因為我覺得最近受制於配股的人 可能想散貨 我會等28元才會加的 什麼時候才上到80元的話 我覺得是等我兒子結婚 三賣就三賣孫 但問題是 它升到上80元 其實也是很划算的 我查過80元 你真的查過 怎樣查過呢 都是萬六元 你計算它的市值 都是萬六元手 現在其實 當是29元 其實都好像是 六千多元手 如果對比ATMXJ 其實小米是最值得賣的一個 股份 因為它是恆子成份股 也這麼便宜 對 所以 兇位 兇位會入 是入手的 沒錯 這個就是 小米少少的 不說太多 因為今天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所以大家可以等 等看它真的什麼時候會出車 這個 對 不如說一下移動股 我最多什麼事說 新股 我想說移動股之前 我可以說一說四五一 我上個星期也有說過 剛剛回到一點點 現在價格是四毫二 微跌了2.3% 這個回到我買入的位置 我上個星期也說 其實見到四五一 貼著二十天線 都很明顯 都有一些支持位 總之 它如果跟著二十天線走 其實我都不太擔心 還有我那天計過條數 我那天計過條數 其實四五一 它高低的波幅 至少都有40% 是 然後上次由二十天線的低位 走到最高位 那邊也有63% 我可否認一認BB王 不是啊 平貴不是這樣 如果對比一個初生手 入行玩股票 或者不是太多金的 而又想拿一些有潛質的 大價股 你又不想那麼煩 不要擾不擾那些 那當然是一把多 難道是做阿里巴巴嗎 一把零零件 他也有說明 我現在是有這樣的項目 但他現在有TE已經63% 但我也是看回每一首股數 Sorry 我也是這樣跟我妹妹說 現在六千多元 你還可以輸得起 但我有十元一個股價 一會有人留意說 你不專業 嘩 有人說我們兩個 廢話 誰啊 有個LURI 你的粉絲 我懷疑可能 那些小魚的粉絲 你們不可以這樣說話 你們這樣 我們都沒開始說話 對 正正直情還沒說話 有沒有搞錯 不要啦 不要這樣說話 所以我覺得 嗯 繼續你可以說 451 451 先看看圖 今天是微跌了一點 到我之前買入的位置 其實我都看到他 正正我想看看這個圖 那我其實看到他的二十天線 都很明顯是有些支持位的 那我那天呢 看到其實451 他每一次的波幅 他的低位其實都是貼著二十天線 其實是很好玩的 我看到 他每一次的低位都是高過上一次的低位 那這個是一個強勢的表現 然後他每一次的波幅的高位 都是高過上一次的高位 即是他的波幅其實不短 每一次的低位高過上一次的高位 你剛剛說的每一次的低位都高過上一次的低位 我上一次的低位都高過 我先說什麼 我先說什麼 我忘記了 我再說一次 他每一次的低位 其實都是高過上一次的低位 即是二十天前的低位 即是他可以修復再做一天的低位 即是他每一次 即是今天的低位其實已經是 明天的開高位 不是開位 今天的低位是明天的低位 不是說什麼 今天的低位 今天的低位已經是昨天的低位 明明的 是的 是的 即是他每一次的低位 我可能借一借一借一借 那就是每一次的低位 都是每一次的低位 Toni 你快點回到 Season懷抱 你 即是在想我們在說什麼 每一次的低位都是高過上一次的低位 即是看到他其實很明顯看到那個低位 是 其實我上次我計算過 他由這一次的低位 是說二月一號 走到上去 即是另一個高位 其實是二月九 那裡其實是一 一二三四五六 加上這天 七天 其實他七個交易已經走到上去 然後這裏有63% 嗯嗯嗯 是啊 我見到其實他每一次的波幅都越來越大 是 即是一個強勢的表現 這個是 即是我在想他接下來這一次 如果有這個二十天線 如果正路的話 他在這二十天線之遲到走上去 都一樣會照有60%左右的勝負 或者正常來說應該更加多 嗯嗯 所以我是在這個位買了 不過Billy都提一提 如果跌穿了之前 那個配股四毫五千半 那就要小心一點 就要小心一點 四毫 但現在的價位都沒有去到四毫五千半 現在那個價位是去的 現在四毫二 其實是過了那個價的 嗯 即是這兩天最高位都沒有去到那個價 因為他這一下跌下來 其實是跟著那個Ring 殘 即是其實他都很PK一下 即是你從這裡走上去 其實至少我看到都有四五十百分 然後就開始慢慢跌回到二十天線 所以如果你說懂得玩 你帶他去計算的percentage 他這一次就走六十百分 如果保守一點就五十百分 然後就走 就等他回到二十天線 低位越來越高 簡單一點 低位越來越高 想不到是怎樣說 明明就是我有個picture 很難過 想不到怎樣說 我都撈了一會 今日的day high 是明天的day low 他真是creative 但你已經是繼續持有 我會繼續持有 我會給他大概七至十個交易日時間 等他走到最高 還有看他有沒有繼續穿下去 這個當然要設置置 都不是完全零風險 但我覺得這個位買 其實是如果跟之前走勢走 其實是很穩陣的 真的低風險的這個位 所以我覺得如果沒有朋友 少少吸一點就可以 還有大家都可以真的計算 從這裡走上去要幾一天 還有大概 波幅是多少 那你是明白我說什麼 嗯 講完 然後我再講少少稀土 是 七 六 九 好 已經升穿了一元 這樣 那如果之前有持有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坐多一會 看看可不可以補回之前 我們有說過那個裂口位 我忘了好像是 那是一號半 是不是一號幾 總之升穿了一吻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再坐一坐 因為我要再檢查 之前那個裂口位是什麼 但是 因為今天是不是中國 稀土那裡好像有些新聞 是啊 那我今天 因為上個禮拜其實我也有講過一些 不是說有稀土反擊戰 是啊 可能我那次就推薦了一隻股份給大家 是二、三、五、七 就是一些軍工股 那隻是 我有檢查過 都是軍工股 不過他現在都是沒有怎麼走 五十天線那些位置 那這個我不是今天重點想說的 重點想說就是 說一說在稀土的news那裡 都有些更新 那現在他就說 全中國而禁止 對部分國家企業出口稀土加工 和這個提順的技術 那因為拜登上任之後 中美的關係的緊張關係 就未見緩和 那稀土因為上次我都說 其實美國的八成的稀土 都是來自於中國的 那所以變成現在美國 中國就好像說 會禁止這個稀土出口 美國那樣 那可能就會引發另一輪的貿易戰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都可能是刺激了那七六九 那樣 嗯嗯嗯 所以我覺得七六九呢 如果有得吃 其實可以先吃一轉 因為其實 升了一元的話 那如果之前低位買下的那些朋友 可以先吃一轉 那如果不是呢 可能是貼近九毫幾的那些 那可以再看看他可不可以補回 之前個年後的 這個小小看法 那另外他說靜靜好靜 靜靜都說一下 靜靜說一下 好 是 其實我想說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三個女生這個pattern 是很久沒試過 是啊 三代人 自從我要做第二節之後 我就少了時間 對 所以就正正是 一開始是我們這個pattern 最多的 是啊 我是想說就是IPO的今天 是啊 那我這兩天都研究了一隻菜生藥業的 那早前呢 就陸續有樂輝 跟著前陣子又有 剛剛完了就是超遣 那其實都跟大家說過的 那跟著 再前陣子的劍盤妙妙 又是不斷說 那我很喜歡看IPO的 那跟著呢 那今天 其實還有兩天就完了 就是菜生藥業的 那有些朋友都問我說 我抽不抽得啊 那其實看回它的市值 再算回它的PE 其實它算是便宜的 在藥股裡面 那首先其實它本身的product 就是叫做日達仙這件事 我想大家其實在search 都知道它本身 最出名的那樣東西 就是日達仙 那其實它都出了差不多20年了 然後呢 令我馬上想到 拿到好像健培妙妙 嗯 那些惠仙妞啊 那些惠仙妞啊 有些像這一種 已經有歷史 但是它在B仔股來說 其實它已經是有盈利的了 那這個都算是一個 挺難得的東西 因為現在普遍有很多的B仔股 都是沒有盈利的 但是其實它這個product 都出了20年了 那所以呢 它都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 那這些東西 其實主要是做一些肺炎的產品 那早前它們的業績 其實很帥仔 是受惠於短期內 他們這個日達才可以 在新冠肺炎有一個治癒的能力 那所以有不少的一些藥廠 比如輝瑞 都會跟它們有些合作的 那所以它這個 在新冠肺炎上面 它也是一個受惠股來的 那但是看回它的市值 根據它們那個支股價呢 其實它們那個市值 大概是116億到127億的 但是除回它們之前的利潤 大概是8.89億來講 它的PE其實是大概是13到14倍的 如果你再保守一點 大概是16到17倍左右的 那有很多人 我看過不少人都會說 會不會像鮮星藥液一樣 一來就破法 但是看回鮮星藥液 其實它們當時一生是很貴的 還有它們那時候的PE 大概是去到20幾左右 現在會下到19倍PE 但是對比現在的菜生藥液 13到14倍其實算是便宜的 但是它也有一個風險 就是其實它完結了整個新冠肺炎之後 它會有機會有一個反彈的落差 落下來的收入上面 但是呢 我就覺得呢 不抽不可惜的 這隻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呢 我不認為它在這個市場上 會有些很大的突破 因為它的產品有少少似見賠妙妙 但是呢 我仍然認為它是會有升幅的 可能是30%到40%左右 然後有些人就問我 那抽不抽 我覺得有剩下的錢才抽 但是我覺得這隻 有剩下的錢才抽 如果你沒有錢 有些錢想買其他東西 不抽不可惜的 我覺得這隻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 對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圖案 像是見賠妙妙的走勢 但是可能妙妙會比她更加亮麗一些 但是都會有升幅 都是這句啦 所以看看大家有沒有淺證 最近少了進來吹水 我都覺得是策略王 你去了哪裡 是啊 策略王 然後看到那支 現在出了一個射擊之星 對 我覺得這個圖案有點醜 現在那個價位是做到哪裡 所以 先看看 2.77 2.77 2.77 然後又追回這一輪那些直播 那些科技 就是我看到快手 就升到那麼厲害 對 那類的東西 但是今天出了射擊之星 我想她的走勢 這陣子見頂 轉弱的機會都大 所以呢 譬如Nicola 你2號4有貨 我覺得如果去到這些位 看下午是怎樣 如果還保持這些位 可能我會先走一轉 是啊 短炒 我先補充 她說 Angelo說她想把現金抽菜生 但是又擔心些錢 那我覺得不要了 我寧願你抽京東物流 或者可能會 孖展少少京東物流 我覺得 除非你不等錢花的情況下 你就抽菜生 但是你又怕些錢 好想抽回京東 我就覺得 剛剛重申了幾次 那隻東西是不抽 不是我認識的 所以我覺得她都會有勝負 但是三十至四十左右 沒有了 差不多 抖 對不起 是不是講完 我怕我撐住了你 我講完 好像在講 抖音是還沒有上的 還沒有上的 還沒有上 好像九月 是不是 在看那些IPO抖煙 是講的 這樣講 但是還沒有上 然後 Sasa 我剛才有一樣挺有趣的東西 我剛才立一立 剛才講三七零零一開始那個 不是策略王 是Nicolas 我不是就說Nicolas 兩個四毫多 他說他兩個四毫多 但是我看到他 兩個四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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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說 其實現在有少少 不如先吃了一圈 吃了先 因為他射擊之聲 是啊 這樣 然後怎樣看七五九 還有 716 但明明我剛才好像不是想說這隻 不過不要緊 七五九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不穿 即是那天 碰到一元 然後就馬上回來了 其實一元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要吃一圈 因為 看他七五九那個 但是他很快就一元 是啊 就是那一下 你射又射不到 又不夠久 又不夠持久 真的好像小魚 現在說話怎麼辦 我覺得不夠持久 不如先吃了一圈 我又不知道 看回他之前的圖片 他們可能捉不到那一元 是不是 設快 我覺得是要設價 他們沒想過一元就完 就是這樣 那一塊 煙花的吹燦就是這樣 但其實他升不到一元的話 那時候還有少許時間 可以給大家 在九號多 可能九號半 九號八 因為我看到其實都浪了一陣 那個位置 其實都已經可以先走一轉 然後 譬如可能七五九 現在那個玩法 我都是不停看他的圖表 然後覺得他 他不停在七號多至八號 每每每每 然後每一陣 就會有一棍 會再爆上去 可能衝九號 衝景他上一元 那樣 他每一次這幾排 那些波幅 都是這樣的玩法 那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譬如要玩七五九的話 就要用這個心態 好像我們之前說 中國玻璃 三三零零就要九號 即是一元這些 這樣炒短波幅 那 譬如可能在八號多 譬如現在我走了一轉 那可能去到八號多 再去到七號 八這些位 其實我覺得 如果想炒波幅 可以再在這些位置 再進入一次 然後再看他玩那個波幅 七五九我就是這樣看的 那 還有一隻七一六 就是這個 那個的聖詩 其實聖詩就是要問回Rummo 因為都是他看下去的 一些估計 但是 呃 我覺得不打到下去 十天線都不用擔心 因為始終近來 好像炒波幅 是的 還有因為近來那些貨櫃 都還沒搞定 還是 緊絕 我覺得都還有一段時間 可以再炒一下 然後我看不到 糟了 我剛剛錯過了 他說七一六 他好像沒有說有什麼 當然是純粹問問我怎麼看 而已 對了 7590 Roy都說是炒波幅 設價都未必 讓我成到 錄定 我錄定 然後 啊 今天其實 剛才有人問我們火幣 是可以升到什麼位 我先說一隻新IPO 可以 可以 剛剛說完IPO 還有一隻IPO 我很喜歡看IPO 還有一隻 我不會讀 招魂還是潮魂 因為他們是兩個音 潮魂 潮魂 有點害怕 招組 有些人會讀招 有些人會讀潮 潮魂 不如潮魂有點壞 潮魂集團 開始上市前的露燕 我想大家都認識的 就是 垃圾 垃圾 洗衣液 大家會聯想到 藍月亮的 因為他跟他都是做同一類的東西 但是呢 他就P&G的概念 多一點的 他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除了洗衣液 其實他還有 譬如做一些 寵物的東西 個人的護理 甚至乎一些 空氣上面的產品 旗下的產品 什麼威王 超威 貝貝健 我想威王大家會聽得多一點 垃圾洗衣液都多一點 但其實他還有很多範疇的東西 剛剛說的 那些寵物 其實他有很多 雜不甩的東西 全部都有賣的 那他那個 那個多元性上面 就比藍月亮會多一點 那所以呢 剛剛有個朋友說 菜生 為什麼我說 不抽不可惜呢 因為其實後面還有很多東西抽 京東物流 初暖之茶 跟著 還有這個 垃圾 我覺得都會大升的 但是BB都很適合的 他就說 菜生機會有一半是升三成 有一半是破法 所以我那時候讀了很久 就看著究竟他的TE 和他的業績是怎樣的 他那個 日達先在他的 總收入來說 其實佔了八成 那很穩陣 但是呢 不像先升若葉 那樣 他一來的估值 已經是估得太過高了 我就覺得他算偏便 所以我就會 升三成的一票多一點 那垃圾呢 因為他所有資料 很詳細的都未出 但是就這樣看他的前景 和在內地的成熟度 我覺得還是有很大的機會 是有個空間的 因為他的產品很多元化 所以可以大家留意 還有垃圾洗衣液 耐雪之茶 還有這個 菜生藥劫 對 不抽不可惜 你繼續說 然後呢 我想說一點點 我看到有人 我看到有人加入了 我們的韭菜會員 哦 Kathy 對 多謝Kathy 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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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加入了之後 麻煩你要掃一下 這個QR Code 一定要掃 因為如果不掃的話 其實我們就無法加入TG Group 然後在TG Group 就會有我們的主持人 還有一些平常好看開一些 古壇老司機 很多古壇老司機在裡面 就在討論股票和圖表走勢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我看到今天好好的 很多觀眾的問題 是啊 是啊 莎莎你繼續回答 因為觀眾都讚你 還沒有 謝謝莎莎 還沒有走啊 419 因為黃家俊和小魚搞得好 就不是我說的事情 但是呢 419 你都還沒有走的嘛 還沒有 不知道是不是我一進就 你可不可以走啊 哈哈 你可不可以走啊 然後Color說 不如我一封一封禮寺給你 你走啊 我自己都快要出聲了 但是419 我們全台UPTV 有進的那些都還沒有走的 因為 419 要不需要看一看圖 是啊 既然大家都這麼想我們說的話 就說一說吧 什麼啊 今天就現價跌11% 看圖 你為什麼口震呢 你又沒有粉入 我心裡都還沒有震 我不知道 我經常看到我 這幾天我看到已經跌了 我已經震了 很害怕 我的心理都很害怕 上星期150明明我走了很久 我都好像還在開 你又玩過嗎 我沒有玩過 但我上星期150 一直在插 他在收市中五市前 他慢慢滑上來 V營 0.35 慢慢滑上來 還有通常這些股股 後市才發力 我就是想說 為什麼會叫大家 如果有10元的話 不撐在 或者趁現在優惠價 就記得入我們的群組 因為其實我們有很多 我們怎樣看股票的看法 就在群組裡我們會和大家分享 譬如今天 有很多在群組裡的股壇老司機 也有說到 他們很厲害 是留意買賣盤 跟著一些資金流向 其實那天升了40幾%的時候 是用了6億的錢 去谷到上去40幾% 一谷好像是谷到去4毫多 我記得 2毫多 谷到4毫多 那天 但是今天其實 我們大家都覺得是鎮瘡格 因為其實去到早上 看一看圖先 可以 今天早上早 其實最低位是跌過去3毫5千半 如果我不會說是3毫5千半 其實那時候用了3千多萬錢 其實算是少的 如果你對比那天6億 然後對今天3千多萬 跌14% 但是那時候是用6億 谷到去40幾% 其實是用很少的錢 就已經可以做到很大的流量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看回 資金流向 和那個 percentage 我們覺得是像鎮瘡 鎮瘡 鎮到去3.5毫5的時候 其實很快地 可不可以說很快呢 大概半個多小時 升回到4毫多指 所以剛才受多做了stronghold會員 不要緊 你懷念長期都在那個群組裡說話的肥仔 我們不知道多愛你 多乖 我們覺得419 其實全人類未走的原因 一來騰訊的名字 都已經不知值多少錢 而來覺得其實這東西 是真的會追落後的 我剛才查過 前天看過 原來之前黃曉明是懷疑兄弟的其中一個股東 是啊 我昨天還是前天才知道 不過提起我話 黃曉明的樣子好像膠膠地 不是一向都膠膠地 好你繼續 然後就是 所以看到內地的醫美行業 是不太沒得做的 那是醫美真的要說一句出來 不好意思 但你稍後先幫我關閉完這個 這個給傻傻說多幾句 這個其實我們現在 在三個女生這一集 跟大家說 就是覺得像鎮瘡隔 然後 待會 NEO也有在群組裡 promise 了大家 她那一集 就會再跟大家詳細 剖析419 這件事 所以大家 就記住 轉頭聽 在1點鐘那一集 就跟NEO說 那你 2300 下一隻不如 莎莎你說1611 好好好 這隻 怎樣啊 那幾次 我都一直說 這隻其實除了 受惠於這個 就是疫情緩和 多了人出去做Facial 其實我之前說過 那些大股東在那裡增持 增持了都幾多 增持了幾次 這隻我見其實近期 都是挺強勢和Hit的 我見到有些人是推介的 還有其實我 不少人推介 我第一 二次說過的時候 她那時候已經有 密密地地 在製造她那些 醫生啊 婦科系統的一些業務 不只是Facial 雖然Facial兩次很熱賺 但現在都市病很多 還有其實 那些女人都給得起錢 看她的身體 所以加上 她們那個旗下的業務 其實都很多元化的 除了一些健康管理 Facial 還有一些婦科診所 眼科診所都有的 我現在看到她們的業務 我看過她們的業務 主要的重點是 放在一些婦科上面的東西 還有一些專科上面 譬如眼科的東西 所以這隻 今天呢 我記得開會的時候 有很多朋友都在說 究竟她升什麼啊 其實她都改了名字 叫醫師健康 是的 但我上一集 沒什麼時間和你們聊天 所以今集 就拿出來說 但現在升了都幾高啊 我不建議現在這個位置高追 其實如果有聽說 就真的前面的時候 已經部署定 起碼你部署回那個 疫情緩緩 那些人出去消費 其實應該是有烏食到的 但現在這樣高 我就不建議大家再入 等她回落下來的時候 再試一下 還有這隻 或者看看有沒有透氣位 過多1 2 1 是的 還有這隻1888 我本身看開的 那我就想等她下來的時候 就入了 那這一隻呢 暫時看到她開始回調下來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還有什麼 再低一點點 那我自己都會入的 那還有一隻 2313 是的 這隻呢 我想等她下來的 都等不到 已經升回了 因為我記得有一集 有個朋友問我 那這一隻 應該多少錢入啊 我有回答她 不如等她 跌一點點 才入 因為她很穩陣 哇 等了一點點 嗯嗯 所以這隻呢 已經升了 我就看看你們自己 本身是否承受到的風險 但我始終認為 她會回調的 那我也覺得 值得入 但是我會 而且她的圖很漂亮 是啊 其實她跟1888的圖 都很漂亮 這隻我覺得是可以試一下的 但是2313呢 我覺得 那些消費類的數字 開始陸續出來的時候 市場已經消化了這個消息了 所以我覺得是 可以等她回調 然後再試過的 嗯 是 好 多謝阿Ken 你記得了 阿Ken加入了這個狗組會員 一定要掃描QR Code 不是 要掃描QR Code 一定 我看肥仔是好像 升級了會員 對 變得強勁 然後 我知道我要說1611 但我說1611之前 其實 Uncle 迫輝 不用問怎麼辦 今天其實都是 我覺得像鎮瘡 那隻不用了 就行了 哦 開那隻1611 不用怕 總之我跟你一起 繼續 坐下 這一隻 我正在跟Uncle Faye說 和Nicola Uncle Faye是你大好朋友 I don't say so I think it's another Lume fan 都是你一大好朋友 唉 算了我逼球算了 哈哈 對呀 你上年不是逼 對呀 哪一個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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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先說 我告訴大家 有天 我不是在連登 有天 有一個人在連登說 某某台的女主持很棒 某某台 不是我們台 然後有一個人說 三個女人的莎莎 都很大 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你會看到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明白 上位 上位 很霉 沙沙最多粉絲 是不是阿肥仔留言 在連登 應該不是 不過 我覺得是阿Key 我覺得是阿Key 哪個阿Key 有個Key 張是你的粉絲 雙Key 雙Key 忘記了 但我先說一點 1611 因為今天正正都有類似相關的東西 其實我好在 我自己 可不可以叫什麼 當機立斷 其實我美股的時候 我那個GBTC 我已經二十多元已經有了 然後手癢 還有怕 有一陣子 對 有一陣子升到四萬多的時候 一插插到兩萬多 我又不想虧這麼多 其實我想說沒有虧 不想賺得這麼少 我就走了一圈 走完一圈之後 嘩 我要再找位置再進去 然後我現在很赤 四十多元這些位置 我虧了 我就在大概四十邊位置再進去 誰知道今天 看到有一宗新聞 就是它已經升出五萬八美元 但現在回到一點 五萬六 現在五萬五千七百九十八 差不多五萬六 但我想知道 吳錦洪為什麼是有霸氣 哈哈哈哈 跟到小語都 嗯 咦 我們有一個新朋友 又入了 Janny Wann 做了我們的搞錯會員 記得一定要掃插QR Code 但有一個人說 不知道怎樣掃 是不是 我不懂掃怎樣掃 如果掃了 你已經做了會員 不是嗎 他說要掃QR Code 如果掃不到 其實大家在YouTube 我們有一個字頂留言 應該不知道是什麼位置 看到有藍色Uptv 財經請加入Uptv 什麼什麼 那裡 就會有一個連結 大家可以按進去連結 然後我剛剛想說 你們看看 上次我們不是說過 用蘋果機和Android 如果是蘋果機 直接開相機對著 就會有連結彈出來 就可以掃到 如果是Android 可能他們用Android 有一點掃不到吧 你就打開連結 按連結出來 就可以找到心弦 哦 再不是 其實是 Android 可以單個掃QR Code 那些App去掃 對 如果不是 如果大家都找不到那個字頂的話 其實可以去我們YouTube 我們現在直播的那個框框 其實在下面我們會有一大堆字 去到下面 最尾尾那裡 其實就說 成為了會員 記錄下來之後 就用Telegram聯絡 那裡也會有連結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真的很不明白的話 我就建議 李森賢幫忙 拍一條很肉酸的片 去告訴大家 啊 怎樣弄 但是大家先嘗試一下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才會再出這一招 然後我再說回火幣 沒有看到有沒有力 可以再上 其實真的要視乎 現在比特幣呢 那個走勢是怎樣 嗯 已經是很難回答到 好像一個未能夠預知的東西 Ted 我不是說 昨天聽了一宗新聞說 馬斯克 他都準備採購一千部掘礦機 馬斯克嗎 不 太陽城那個 用不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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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我幾次了 Elon Mask Elon Mask 是賣樓賣Bitcon 一個鬼佬 一個 掉轉了 sorry 一個澳門人 很累的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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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在說 現在才買來掘礦 都不知道 剩下多少個 給你掘 然後又說 可能 在長遠的 不是 有些人說要買澳門電能的股票 啊 因為要刺激到 刺激到他的電 即是說笑 那些人 但就是說 他買了一千部 但我不知道他是放在澳門還是放在哪 心賢 什麼說李心賢 誰說 不是 我剛才是說叫李心賢拍一條 肉酸一點的片 教大家怎樣去掃取 QR Code 或者在哪裡找些Lang 你心賢肉酸就當然了 小鬼說什麼 你還要我講 他今天不在 不是 心賢BB不是說你 剛才沒有說你 嘩 好壞啊 我媽媽 她說我出的衣服很胖 胸口很大 所以那些人不是說你會有霸氣 其實你應該穿一些黑色的 是暗色的 我之前不是穿 但是洗了 那件 那件 我想說就是 阿乾媽 阿乾媽很瘋 她說現在看Bitcoin 之前就說看幾萬美金 我忘記了 但是現在好像說 升到看25萬美金 一粒 Bitcoin 25萬 然後她有一個訪問 就是說其實Bitcoin那個股價 不 Bitcoin那個價是怎樣走勢 其實好視乎 ARKK 入什麼 以及入多少 就是那時候阿乾媽有一個訪問 是這樣說的 現在我回落一點點 是不是 Bitcoin現在 剛才我看56,000 但是總之 碰過58,000 大家都可以再看 但是如果你問我 1611 是可以去到什麼價呢 Sorry 我真的回答不到 如果我回答到的話 我會做了 Elon Musk的契妹 是 還有 我想補充一些 有關1611 或者一些比特幣的概念股 其實我留意了很久 這些概念股 其實基本上 比特幣跌少少 就算它跌0.幾% 它都可以PK PK的意思是大插 你說 香港的比特幣概念股 包括火幣 或者我之前所說的紅岸 或者歐科的雲鏈 BC科技等等 這幾隻全部都是這樣的 即是比特幣升 它就可以列口高開 但是只要跌幾點 它都已經可以跌10% 所以應該是用上 美股的GBTC 對 那就會安全一點 對 之前 Kingston 它也有說 還有 它另外那個是什麼 我忘記了 BC科技 BTC科技 863 對 它也有說 其實BTC 如果你看到BTC 不是863 我沒有說 863 這個是83 sorry 它也有說 對 這個是之前 它配股之後 因為BTC 破頂 因為開始彈上來 但你看到 就算BTC 其實它那些波幅也很大 我記得靜靜你腳趕 好啊 接著 做什麼 她也有說 其實如果看好BTC 不如直接買BTC 或是GPTC 好過在炒港股的BTC 那些BTC 難炒的 因為太 浮動太大 太浮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些美股 我也想有錢入BTC 唉 真的一粒粒的BTC 現在是有實體BTC 原來 為什麼有實體BTC 那天我朋友先傳給我 他說他看到他的朋友有整箱 蛤 然後我 我看到 真的搜尋過 原來是 有一些好像不知經濟州 還是有實體BTC 它是什麼樣子 真的一粒Coin 他說是用 很多都是用純金做的 然後裡面有個barcode 就是有密碼 可以給你輸入 嘩 我覺得很棒 我給你看看 我們又有兩個朋友做了會員 Lam Amy 和Sandy 喂 李心賢 Andy一早做了會員 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Andy 是這樣的嗎 真的有個 這麼假的 是真的 他整箱都發了 這個就是我朋友 剛才那個另一個人 這個是我朋友的X 跟著他說他的X 是富二 然後就有這個 然後他說 我本身不相信 我以為是玩具 或者是金 因為你用金都可以做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上網打 比特幣 實體比特幣 然後原來真的有 我只是知道 泰類去搜尋 泰類去搜尋 就是藍鴉 就是這些 實體比特幣 我沒聽過原來真的有實體比特幣 是有的 我本身都不相信 以為是金利 或者是假的 很狡猾 Andy 經常說 他們呢 Tee Telegram 這兩天 他們就說 其實你心賢都幾美女 然後Andy剛剛又說 你心賢都幾美女 原來本來就是美女 他們說到好像後知後覺 好像今天才發現 他們一向都已經是美女 做什麼事 你心賢欲酸 當然我也是 不是啊 我一向他進來的 第一刻我都說他是美女 是嗎 明明你們就不是這樣說 明明就是大佬騙我們 不是啊 然後房間裡問我靚不靚 我說靚啊 我覺得他靚 蛤 靚啊 我覺得你靚一點 你今天坐在旁邊 他不在 不是啊 說笑 我覺得是 各個都靚啊 各有各靚啊 各有各靚啊 剛剛Alice說實體Bitcoin 那樣東西 我等一下我問他拿張圖 然後我會在我們IG的Story 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樣 但是Bitcoin呢 持續都會繼續看好 因為呢 現在已經有很多美國那邊的銀行 都已經是說 接受Bitcoin 開始是承認他們 根本是大行自己都掃 大行自己掃 之餘 其實之前就是說 怕銀行其實不認他 那你不認他的時候 那怎樣拿他來做投資呢 但是現在就已經是說 除了Tesla Tesla 一向都這樣說 MasterCard又認他 然後紐約有一間叫煤籠銀行 都會開始認售Bitcoin 所以 策略王有眼光 但是他還未入會 不管你放生你 之前不是說 不是說要邀請他入的嗎 上集說 他自己說了兩天 說今晚搞今晚 不要管他放棄他 我不知道他搞什麼 所以大家都可以繼續持續看Bitcoin 這件事情 是的 還有我就是 小小建議 如果大家想入 我覺得可以等於 如果比特幣有些位回調 你可以先進一進 就是回調 但是也說 就算你回調 你叫做相對低位進 都有機會是拿得很厲害 有機會再回調 就是我那時候 四萬跌到兩萬多 然後又再度上去五萬多 所以大家是要有這個 心臟健康的功能 可以買 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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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機會是坐一大段時間的 如果買香港的概念股 是的 升得快 但是也插得快 這個 因為我們時間都差不多 Alice 是不是還有少少移動股 那些東西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都有的 那我本身就有些 煤炭類 不是煤炭 煤炭都有的 但是我想說一說 新疆 新疆新入 礦業 那今天呢 現在升了47點 47% 3833 3833 那他今天呢 是發這個 的 營起 哎呀 很後悔啊 沒有進去 因為我今早不敢高追他 因為他那個營起的業績都做得很好 那他就說這個 新疆新入 礦業 那上年的淨盈利呢 是增加了6.2倍 去到1.8億人民幣的 那我業績就 呃 上年的淨盈利呢 就比較 2019年的同期 呃 2480萬呢 就往年增長了 六十 620個percent 即是六倍多 那些業績做得很厲害 那我覺得 但是這些是搏 是搏今天而已 嗯 就好像之前這隻 巨圖海洋 3303 都是 3303 3303 就是前幾天很熱 很多人打號碼出來 是啊 但是其實那天 他 419 現在聯想到 那其實這隻星呢 都有原因的 就是他之前就是 發營起 他說他收入大增 三十幾倍 這樣 就是幾十倍的業績做得超級好 還有他在北美那裏開了一條 天然 天然氣的 的業務的生產線 那因為這陣子 就是美國都是嚴寒的嘛 就是前幾天 大家有時候看新聞都知道 那他那些石油的工頭 還有那些燃料工頭呢 都緊絕 那就變了刺激了那個股價 但是 誰知道原來只有一天而已 是啊 那已經 現在回來了 所以我就覺得 剛剛那隻333 新疆新一 抗業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不追 就之後不要追 嗯嗯 應該都是一天而已 嗯嗯 那另外就還有一隻SARS股 有緣見到這個頻道就加入我們 多謝多謝 有緣見到 啊 他剛才 你繼續 你繼續 謝謝多謝 食體Bitcoin會不會被偽造 剛剛Alice說 可能裡面是有些Coding 和一些東西 其實 其實 都要小心會偽造 因為之前就是有些案件都是有片案的東西 嗯 但是大家可以嘗試 上網Google search 呢 比特幣 實體比特幣 你是會search 那篇文 說是真的proof了 是有這個東西 嗯 我都是看了那篇文 我才敢相信 這個東西 但我都覺得是有很多片案的 大家要小心 那另外我就有隻SARS股 1762 萬加一聯 那它是用一些大數據 然後去發放一些影片 或者一些廣告 在一些APP上 嗯 主要都是一些大數據 SARS類的東西 那它今天呢其實就折讓 18個percent 配股 籌集這個2億 那其實見到它前幾天 都在一些高位平台 有些好像想整固 那樣的 那所以 但是我覺得它的熱務 是都ok的 還有很多人都說 它的估值是偏低的 我看到它是 雖然之前那幾天 大事不是那麼好 但它都好像不是說 真的叫做插得很厲害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 都可以觀望一下 這一隻呢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位置 嗯 另外有一隻呢 我也想跟大家說 號碼都幾次 1753 對巴 對巴都是SARS的 SARS 這隻你有沒有看過 沒有 我不知道是記得 小魚還是什麼 好像有按過一下 那些號碼 剛才那隻它有按過 這一隻好像都有 我忘記了 但這兩隻其實近期都是很熱的 是SARS的三四線 比較落後一點的股份 但這一隻呢 就真的差了 其實我之前那天說 我輸錢就是給這隻輸 因為很恐怖 那個市大插 它高低的波幅都有20% 其實那兩支針都恐怖了 對呀 超恐怖 之後呢 我當然沒有在最低20%那裡走 因為那天很可憐 因為我和朋友最近 炒故玩 然後我們剛剛入了 四個九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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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四個九入園 之後看著它插水 我朋友說是在跌 我看到的 就是超過百萬的吧 是啊 然後 不如你們兩個不要一起買 我們不要一起買 我都有一些人 是不會同一人一起買 我會有 不是 你跟我買了 真的 好像是 剛剛我四五入園是正在升 它入園後馬上跌 嗯 不知道是不是叫它馬上沽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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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兩個看到它 直播插水 我們兩個插水 我說先看好一點 沒有溝火 但它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忍不住 今天整個SARS版塊都會 不是 但這隻是 看它的型 好像是想先下十天 還可以下的 是 我想它可能有機會 去到三個半 這些位置才有支持 這隻超級恐怖 我覺得它好像洗倉的感覺 真的 嗯嗯嗯 跌下去20% 是高位 但之後又馬上反彈 跟著問 你的朋友有多少本書 百萬 十幾萬 是嗎 我看到它的倉 應該有八至十隻股票 還有我看它平時 太多了 你不是說它是新手嗎 是啊 新手的倉有八至十隻 有很多 它是自己買的 太多了 不是我叫它買的 太多了 而且它忍不住手 錢多 它忍不住手 我這隻 它那時候直播插水 正常人不可以扣 你怎知道它不是洗倉 我已經叫它不要扣 我自己也沒有扣 你輸了就算了 但它不知道中間有扣 都沒有回到 我覺得是因為高J 都是 是啊 高J 我覺得那天是黑仔 這樣洗下去 整個SARS版塊 那天的波幅是跌得最厲害 但整天Round up 就不是跌得很厲害 整天Round up都是10% 嗯 我都是這些位置 10%差不多 我都接受到 它叫你買紅證 你的朋友 那些 然後 對 就是這樣 這一隻 其實它主要是做一些金融 它的客人多數都是金融類的客人 就是可能 都是一些SARS類 就是可能推薦客戶做一些金融的服務 然後分成那些 是 這樣 這隻都可以看一看它有沒有支持 所以 再 小心點再進 嗯 然後肥仔 我不知道 我以為是22 之前是全22 但是現在又好像沒有新聞 那樣 那再等吧 我們大家一齊 那今天其實正正都累了 痴線電炒 這隻 真的很厚 這隻 它說今天瘋了嘛 喪炒 這隻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這隻我都有跟我朋友討論 這隻其實是發達鼓來的 5元的時候我已經在看它了 我和另一位同事 接著不敢買 接著就看著它 坐火箭那樣升 不要緊 那就是30000的Friend 不是 它根本上沒有停的 它上年 它上年7、8月才3元 沒有停的 它升了整 5元看它的 它升了整20 它升了差不多20倍 這隻 差不多10倍 如果你有感覺 25元看它的 我當它差不多跌50 的話差不多10倍 但是去年開始升的時候 其實是兩個多 兩個多 兩個多可以升到40元 都不停的 算了不要說它了 升了就算了 30000這樣 不要說它了 今天30000怎樣 看完之後 我們就不如 所以你說 莎莎 你20倍那樣東西 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你去年中 這一隻已經20倍了 你說這一隻 30000 不是 剛才那隻3738 這隻我都10倍了 這隻我都10倍了 3號 不是 3號幾支 就10倍了 是嗎 但是你沒有持有 是啊 是啊 你沒有持有 我沒有持有 那 看完136 反正也是 因為剛才看了419 因為136覺得有壺吃 不如先吃了一會 看它最近的東西 這麼壞 今天也插過去12.58 這樣 如果想駁它短炒那些 不建議的了 因為圖不漂亮 嗯 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不如就完蛋了 好嗎 因為剛好純粹有個人在問136 開一開圖來看 好啦 我們已經走了 不過136的故事都完了 基本上 大家發發開心 一來 二來可能又要再收多一輪貨 再去做不知些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恆大系的玩法是怎樣的 所以 但是還是保持好齊 他們超乾的 承受風險 我們走了 不建議短炒 完 不過這隻真的很厲害 基本上沒有人敢玩 對啊 玩完了 已經 I mean 我們玩完了 這隻 給多一次機會 我想我入了 可能3元入了之後 我都不敢拿這麼久 就是給多一次機會 我都不敢拿這麼久 算了 沒有什麼 很厲害 但是在最後完節目之前 大家喜歡我們這個program 就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之餘 現在10元這個優惠價 我也要再說一次 是不知道做到什麼時候 可能轉頭就會加價 然後現在我們的group 大概開了短短一個星期 都開始逼近250至300人 對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入group 就課金10元 然後課完之後 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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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寫 Scan QR Code 不然就在Youtube那裡找個連結 聯絡我們那個 心然為你服務CS account 他就會拉你入group 我們今集的時間就完了 對 交給三條仔去講美股 有今生沒來世 買中真的是 是人生的一個大的 榮耀 我真的覺得是 我真的覺得是 很厲害 但其實 我最真正是想買到一隻3738 即不夠一年二十倍 一隻研究期 我猜就是看3738 算了 進第二隻吧 我們再進第二隻 拜拜 拜拜